漫漫 故事時間 哇 好酷喔 好像很快耶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的家人帶我們到很高的高山上去玩 那時候要坐好久好久的火車 才能上山喔 那時候的火車呢 還是很老舊的柴油火車 一路上飄著好濃好濃的柴油味喔 火車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呢 我知道 我知道 像噴氣的火車 有嗚嗚的聲音 還有會把人的臉噴得黑黑的那種火車 黑黑的 嗯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種燒煤的火車了耶 現在應該沒有什麼人看過了吧 嗯 我是在卡通還有故事書裡看到的啦 嗯 喔 現在還有火車是電的喔 反正很多種啦 其實我也講不太出來 有哪幾種火車 嗯 好像還聽說過有磁力的火車喔 磁力的喔 嗯 我們隔壁班有一個男生叫凱樂 火車的事問他就對了 聽說他從小就特別喜歡火車 每次手上都拿著不一樣的火車 告訴別人這是什麼火車那是什麼火車的 嗯 喔 超酷的耶 嗯 你下次問問他可不可以來多告訴我們一點火車的事吧 嗯 我們很歡迎凱樂來玩喔 我下次問問看他 嗯 不過嘿嘿 聽說他最近的興趣好像已經變成 嗯 觀察天空星星什麼的 下次我再問問他 嗯 好 總之啊 火車可以把人帶到很遙遠的地方的發明 是很偉大的耶 你們有坐過火車嗎 有啊 有啊 不過媽媽帶我坐的火車 並沒有嗚嗚的聲音 也不是木木說的 那種有柴油味的火車 嗯 我們坐的火車 嗯 聞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味道耶 呵呵 人很多很緊的話 那應該就是有很多人的味道啦 哈哈哈哈 可惜啊 可惜啊 我的這台火車啊 我現在只能拿在手上玩 它沒辦法跑了 啊 為什麼啊 昨天在家裡玩小火車 剛開始看小火車在軌道上 一隻跑一隻跑 很好玩啊 嗯 可是它跑的路都一樣 越看就越無聊 越看越無聊 看著我都打哈欠了 嗯 嗯 對對對 嗯 我也這樣過耶 小火車一直繞 一直繞 真的會 越看越困 就是啊 然後我就想 小火車 為什麼就只能在鐵軌上跑啊 它可以跑那麼快 放到別的地方跑 不就可以跑更多地方了嗎 去更多地方啊 蛤 可是火車不就是要跟鐵軌在一起嗎 沒有鐵軌 火車怎麼跑得了啊 嗯 我就想試試看嘛 嗯 本來我以為火車也可以不在鐵軌上 結果 結果 唉 結果怎麼樣啊 嗯 如果發現火車不能跑了 那就把它重新放回軌道 就可以跑啦 它不是不能跑 它是亂跑耶 我要小火車從這個門 跑到對面房間的那個門 嗯 然後直直的開過去 結果它完全不聽指揮 完全不聽話 沒跑幾步 就自己轉彎 然後一直撞 翻車 唉呦 我再把它放為人位 要它乖乖 再好好跑一次 結果 它忽然轉彎耶 跑到床底下去 我拿都拿不到 氣死我了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火車啊 亂跑亂跑的 變成永遠到不了站的火車了 嗯 就是啊 我才發現火車真的不能沒有軌道耶 嗯 可是這還不是最慘的喔 更慘的是發生啊 蛤 火車到不了站還不夠慘啊 還有更慘的喔 還有更慘的喔 有啊 就是 小火車的軌道不見了 我找不到我的火車軌道啊 哈哈 你的軌道怎麼也會亂跑啊 對啊 火車亂跑 軌道也亂跑 只有我沒有亂跑 哈哈哈哈 現在我很煩惱耶 小火車變得好難玩喔 根本就不能玩了 原來軌道那麼重要 早知道就不把軌道拿掉了 嗯 現在 也不知道為什麼 連軌道收到哪裡去 我也想不起來咧 啊 可能是 我媽媽看你都不好好玩 就收到 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啦 嗯 哎呦 嗯 之前啊 可可說 當她的火車離開軌道上時 就發生撞牆翻車亂了 轉彎好多好多失控的狀況喔 其實這個例子啊 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提醒喔 夢夢 是什麼提醒啊 嗯 是小火車跑不了的提醒嗎 嗯 我們啊 仔細觀察生活中的小事 再用你們的小腦袋想一想 常常啊 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很多的事情喔 小朋友現在應該都知道 火車沒有軌道 是很難前進的 不只是玩具火車 真正的火車也是一樣 在軌道上就可以 跑得又快又遠 而且啊 準時到達目的地 如果沒有軌道 就太可怕了 意外就會發生 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你們看 連這個玩具小火車 沒有在軌道上 都讓可可多傷腦筋啦 真的耶 完全變成我不認識的小火車 真的好失控喔 快氣死我啦 在生活中我們可以把軌道 想成是爸爸媽媽 老師 或者是上帝透過聖經的故事 告訴我們的規矩 規定 有時候啊 我們會覺得 哎呦 那些規矩又要遵守 又要聽從 又要順服 啊 真是麻煩 能不能讓我自由一點啊 能不能不要有這麼多規矩啊 但其實啊 就像火車需要軌道一樣喔 有了軌道 就像有了規矩 反而啊 會讓事情更順利 讓我們跑得更順暢 跑到該去和想去的地方呢 喔 原來是這樣啊 嗯 原來火車需要軌道 我們需要規矩 嗯 原來規矩是為了幫助我們 而不是為了要把我們幫起來 通通不准動 守規矩會讓我們可以長大的更好 更健康啊 嗯 沒錯 今天啊你們都學到重點了 今天啊我們要講的故事呢 也是有關於守規矩順服神 總在正確的道路上的故事喔 有一位先知啊 叫做耶利米 你們還記得先知是什麼意思嗎 它是做什麼的嗎 記得 嗯 我也記得 哦 先知就是神會先跟他說話 嗯 然後再吩咐他去告訴別人 神要他們知道的事 嗯 可可解釋得很好耶 沒錯 先知啊會先聽到神向他說話 然後忠心的先知 好的先知 會一五一十 不增加也不減少的 精準的把神的話 清清楚楚的傳達給需要知道的人 耶利米是一位愛神 順服神 非常非常忠心的先知 他有很多順服上帝的方式 其中之一啊 就是我剛才說的好先知的特性 清清楚楚的告訴人們 來自上帝的信息 在他做先知的時代 大多數的人們都不愛上帝 不聽上帝的話 我行我素 只要我喜歡 才不管神怎麼規定呢 神才派耶利米 去向那些不願意聽上帝的話的人們 傳講信息 啊 講給根本不願意聽的人喔 那一定會碰到很多困難吧 而且 上帝對那些不願意聽話 不願意順服的人 會不會很生氣啊 一定氣炸了吧 連小火車不聽我指揮 叫他走動 他就一定要走心 啊 我都氣炸了 連小小的火車啊 都能夠讓人氣得快抓狂了 何況啊 是不聽話的子民呢 上帝啊 更是傷心難過了吧 然而我們的神是蠻有慈愛 又有耐心的神 他總是先提醒 先給人悔改的機會 只是被提醒的人 如果他們再一直繼續做壞事 做不對的事情 固執地走在錯誤的道路上面 就會發生非常糟糕和可怕的事了 耶利米的工作 就是要警告神的子民 快點回來 快點回來 不要再亂跑 不要再不聽話 不然就會出軌翻車撞牆啊 快點回到軌道上啊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神呼召耶利米啊 寫下他要告訴神的子民 非常重要的訊息 真希望以色列人 那些神的子民 能夠聰明的快快聽話呀 耶利米有一個幫手 他的名字叫做巴鲁 耶利米對巴鲁說 巴鲁 神吩咐了我很重要的消息 你快快把他記下來 我們要清楚的去向神的子民宣告 好 耶利米呢 就大聲的說出來 來自神的信息 巴鲁就拿起一卷書 把神向耶利米說的話 一個字一個字的記下來 嗯 嗯 嗯 耶利米拿過巴鲁所記下的 仔細的看過 嗯 好 趕快把這個書卷拿到敬拜神的聖殿 大聲的清楚唸給百姓聽 巴鲁回家說 是遵命 巴鲁就立刻行動出發了 巴鲁拿著記著神的話語的書卷 用嘹亮的聲音 清楚地唸出神的命令 在場的首領們聽見巴鲁所唸的內容 欸 你看我 我看你 心裡很害怕耶 就對巴鲁說 嗯 嗯 我們必須把這些話 都告訴約雅晉王 他們也問巴鲁 那你說的這些話 是怎麼寫下來的 巴鲁告訴他們 這些話 都是神透過耶利米先知說的 耶利米先知聽到神的吩咐之後 就叫我用筆 一字一句的清楚記下來 那些首領聽了之後 沒想到 不但沒有緊張害怕的 立刻悔改 反而啊 要巴鲁和耶利米趕快躲起來 絕對不能讓人知道他們在哪裡啊 什麼 這些首領怎麼可以這樣 那些話對百姓很重要耶 那是他們應該要知道的呀 嗯 怎麼反而要他們躲起來 哪 難道不希望百姓知道以後悔改嗎 哦 所以他們是準備把耳朵關起來 不肯聽神的話的意思啊 哎呀 這樣不行啊 一定要趕快向他們的國王報告啊 他們啊 他們啊 的確是向他們的國王約雅禁報告了 約雅禁王叫人唸給他聽 可是臉色越聽越難看 才不過念了三四篇 他已經聽不下去 而且滿心的怒氣 非常的生氣 啊 這怎麼會這樣 國王難道希望他的整個國家 都發生可怕的事情嗎 我還以為告訴國王 那些首領就糟糕了 國王怎麼反而生氣了呀 唉 約雅禁王啊聽了之後啊 氣到無法忍受 最後受不了了 拿刀一劃 把書卷全部都割破 直接扔到燒著熊熊烈火的火盆中 直到整本書卷都被燒光了 約雅禁王和他身邊的人 聽到神的話 竟然是這樣的反應耶 他們不害怕 也不難過自己的不順服 不像上一集提到他的爸爸 約西雅王 你們還記得約西雅王嗎 聽到神的話的反應 是什麼樣呢 他聽到神的話語 神的提醒 聽到全國的所作所為 離神的話實在太遠了 他是難過傷心到撕裂了衣服 而且立刻命令全國上下全部都要悔改啊 爸爸和兒子的反應完全不一樣 差的也太多了 而且超誇張的 神的話他們根本連聽都還沒聽完啊 而且連一點禮貌都沒有 還丟到火盆裡收掉了 而且是燒得精光耶 是啊 旁邊的人有人苦苦的勸國王說 求國王不要燒 求國王不要燒 不可以燒掉書卷啊 但是約雅敬王就是不聽 根本不聽 約雅敬也許以為 他銷毀寫著神的話語的書卷就沒事了 他以為把耶利米和巴魯捉起來就沒事了 可以當作沒法生死的 他忘了 他雖然是王 卻不是神 他怎麼可能可以阻止神要做的事呢 神暗中啊 保護了耶利米和巴魯 不讓他們被約雅敬王派的人抓到 還再一次的告訴耶利米 你再去記下我的話 寫下另一卷書 耶利米和巴魯順服神 再一次仔細的忠心記下神要他說的話 今天的故事超緊張的 對啊 我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就像火車快要翻車翻下山谷了一樣 母母那後來呢 結果怎麼樣 結果啊 巴魯再一次的用他嘹亮的聲音 大聲清楚的唸出神的話語和神的吩咐 這都已經是第二次的警告 他們總算要聽了吧 嗯 唉 哈 還不聽 他們就一定要翻車判撞牆嗎 約雅敬啊 和他的臣仆們仍然故意的硬著心 說不聽就是不聽 神給了人機會 人的心就是硬著不肯回轉 結果神所說那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 他們的國家將要滅亡 他們中間再也沒有人能坐上國王的寶座了 而且這個國家就要被別的更強的國家 全部搶走了 唉 為什麼怎麼說都不聽 一定要讓可怕的事發生呢 就說火車一定要走在軌道上的嘛 聖經裡的詩篇一百一十九篇裡有一句話說 我就遵守你的話 聖經裡的律法就是神所定的規矩 詩人向神祷告 求神打開他的眼睛 使他看出律法的奇妙 我這次真的是親眼看到火車沒有在軌道上 就會亂衝亂撞 母母又教我們如果沒有遵守規矩 就會像沒有走在軌道上的火車會有大麻煩 我才明白我常常真的就是不喜歡被規定 不喜歡被人家管耶 原來那是很危險的 跟著也會有大麻煩耶 對啊 我們的眼睛只看到為什麼要管我 哪能像詩篇說的能夠看出律法的奇妙啊 我看我只會看出奇怪 我為什麼要聽話啊 對啊 誰會看出那些規定規矩有什麼奇妙的嘛 對啊對啊 我也是耶 我一直最喜歡愛怎樣就怎樣 這次以後我開始不太喜歡愛怎樣就怎樣了 太危險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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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所以可可以後會變成非常守規矩 對的事情會全都照著住了嗎 啊 嗯 我是說我不太喜歡 可能還沒有辦法全部不喜歡啦 嗯 好啦好啦 我 我先說好 我偶爾一定還是會不小心犯錯啊 不小心翻車 不小心撞到牆啊 陶伯伯 你到時候不要一直盯著我啦 好嘛好嘛 我只會在旁邊偷偷觀察的 哎呀 只要有願意的心啊 我們的神那麼愛我們 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然後啊慢慢慢慢慢慢就會進步了 而且啊 我們不用跟別人比啊 每一個人啊 都跟自己比就好了 你可以看看自己曾經做不對的地方 今天有沒有比昨天更好啊 有沒有更進步啦 那就夠了嘛 對啊對啊 跟自己比就好了嘛 不要一直看別人有沒有做到 看自己就好了 像 你就可以看看自己有沒有比昨天 更少一點挑我毛病啊 哎呀 這個你不用管我呀 你不是說跟自己比就好了嗎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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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互相提醒一下也是很不錯的嘛 好啦 現在啊又到了我們一起禱告的時間囉 好 親愛的天父 以前我們只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都不喜歡守規矩 但是今天啊 我們從順服的耶利米的故事裡 我們學習到了聽從神的話語 真的好重要 好重要喔 求你幫助我們 因為順服你的話 照著去做 從小到長大 都有你的同在和祝福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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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木 我們今天故事聽完了對不對 是 剛好我的肚子也有一點餓耶 我可不可以吃一點我帶來的點心啊 好啊 欸 你今天帶了什麼好吃的啊 要不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啊 討厭討厭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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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奇怪 剛剛還不覺得 聽可可一說 怎麼 我的肚子也餓起來了 哇 他怎麼在這裡啊 哎呦 哦 我想起來了啦 嗯 我之前特別把軌道裝在包包裡 想要帶來和北北一起玩玩具火車 結果我完全忘記了 我一直以為自己放進包包裡的是零食啊 哎呦 哎呦 我根本忘記放在這裡面的是火車軌道 難怪我怎麼樣都找不到軌道啊 我看啊 你要比一比自己的記性 明天有沒有比今天好囉 哼 你才不要忘記你要自己還自己 不是啊 誰會把軌道就事先放在你的包包裡啊 他們又開始了啦 我們把它想成餅乾了啦 那還是不會啊 那還是不會啊 下次再見囉 拜拜 下次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拆掉舊房子 蓋起新房子 摳摳摳摳 瞧瞧瞧 那裡建造新生命 耶穌耶穌 不只是木匠的兒子 更是上帝的兒子 可以看邀請他 進入你心中 耶穌耶穌 不只是木匠的兒子 他改造生命 他更是你和我的主